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笑丰盛 对于从铁路 电报 轮船 大炮直到军舰 都要依靠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口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来说 最能赚取外汇的生思就成了唯一的文明开化的资本 彼时是明治35年 日本的生思产量据世界首位 宋人张玉有诗言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金 变身罗奇者不是养残人 二月下旬的北安尔卑斯山下白雪哀哀 在一片银色的大自然背景之下 昏暗的山路现出连绵不断 惺惺点点的火把 这是三百多甚至五百多小如蝼蚁的人们 他们是从飞陀山前往信州走访骚斯工厂的女工们 东方泛白 女工们的身影渐渐清晰可见 走在前头的是尖康工厂长期的男工 背行李的脚服 监工 招工人及旧女工们 这些人中间夹着新招的少年女工 一行人寻路东山而来 阿峰便是今年新工中的一员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小学同学阿石 阿花 阿光三人 一行人天没亮就上路了 从高山镇到骚斯工厂有150多里路程 要走上四天的时间 翻过美女岭就看不到高山镇了 沿着一田川往西谷走下去 就到了建座万石四幅 如果天好可以一直走到中之宿过夜 第二天从上之洞东上四班岭 这一带叫阿多野乡是飞陀的深山区 再往前酒盖攀东也卖岭了 这天傍晚一行人经过阿多野乡时 一面跑来一位叫小田雪的姑娘 这姑娘生了一副俊俏模样 性子却是大大咧咧 见面就问 你们是足利骚斯厂的吗 带上我吧 建庚早听说阿多野乡有个新工 但没想到姑娘一个人来 家里还有谁吗 建庚立行公事问了一句 阿雪喘着粗气说 没有了 妈妈前天死了 刚料理完后事 三两句话说完 阿雪便被监工领进后面的新工队伍 阿峰站着看了半天 冷不定地冒出一句 阿多野乡 我小时候最怕听到这四个字 其他人也说 是啊是啊 小时候妈妈总说 不听话 就给你扔了阿多野乡喂野猪去 可不是吗 就跟面附和着聊几天来 阿多野乡是个可怕的地方 你看 刚死了吗 连的眼里都没掉 小天雪在大雪纷飞中 听得一清二楚 但一声不空地走着 暴风雪在峡谷里狂呼怒豪 悬崖上视野等于零度 女工们排成纵队 抓着麻绳 在起腰身的鸡血里 艰难行进 最前头的旧宫边走边喊 抓住绳子别松手 不翻过野脉领 死也不能松手 紧紧跟着的新女工们 又冷又怕 阿石像梦游病人般步履蹒跚 在巡崖片一脚踩空 鸡血崩塌 一声尖叫摔了下去 可是那只手还紧抓着麻绳 在阿石前后的阿风 阿花 被麻绳一拖也紧跟着跌倒 刹那街滚进深谷 旧哥们闻声恶然回顾 都开始从谷底喊 风卷大雪的深谷 却无人应声 就在这时 南宫里走出间隙监工殷松 他放下草鞋包裹 把麻绳拴在身上 说着脚往下走 见功见状 忙叫其他人一起搭手 暴风雪越刮越猛 大伙齐声吆喝 某足的劲儿一起往上拽绳子 幸运的是 三明星宫都重宫得救 傍晚 一行人派上野麦林 顺利来到歇脚茶馆 茶馆的老婆婆是个怪人 说话大声 带人粗鲁 尤其是对这些监工 用老婆婆的话说 什么狗屁监工 都是人贩子 吵闹一阵 老婆把监工撵出屋子 让他们到门口生活野素 毕竟 骚斯工厂只负了女工们的食宿 狭小的茶馆里挤满了人 闹哄哄 都饿得不行了 都伸透往锅里看 老婆婆忙活半天 突然喊了一句 刚才掉下悬崖的几个人 来喝甜酒 掉下野麦林 还能活着回来 将来必有后福 不多时 甜酒从锅台传到里侧 姑娘们一人一口 都舔得乐开的花 入夜 小屋子里人叠人 挤得动弹不得 巨大的困意些来 也没人想再动一下 睡梦中 阿峰又回到那个破旧不堪的茅屋 父亲母亲 哥哥弟弟 一家人都在 只是米刚空了 招工人在念着什么 阿峰听得并不十分清楚 他这隐约的听到 订金五元 委约金五十元 逆招工人一再一再强调 如果在工厂干不下去 要赔偿五十元 阿峰眼神坚定 无论如何 都绝对要带钱回来 而不是让家里掏钱 在野麦岭的茶馆住了一夜 女工们再次上路 这一天 为了拼命地赶路 甚至没时间去欣赏一下 这白雪矮矮的大雪山 他们越过耸立的 信州山栏之间的 稷河渡 奈川渡 安潭村 在波多野村附近过夜 第二天 经过松本 花一天的时间 东上岩口岭 刚古的市镇 就在他们眼下了 新工们差异 怎么走着走着 到海边了呢 舅公解释说 这不是海 这是走访湖 跟海一样大呢 旁边的监工说 你们还真是猛呢 这下天不黑就能到 下午五点过时分 足利操司厂老板 足利腾吉 在办公室 焦急地走来走去 按说 红冰的商社 该来消息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会计心急安慰说 老板 钟快十分钟 还得一会儿呢 一旁的车间监工黑幕也说 别着急嘛老板 今年比去年生意好 足利脸一甩 好个鬼 私价一点没涨 招工的钱多了两重 正说着 女管事严子 领着新工们走了进来 足利早习惯这种场面 很有派头地戴上礼帽 装强做事地说了几句 无非是 我们有缘啊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都是我女儿之类的话 女工们听着直笑 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来之前吓得要死 原来工厂没那么可怕 突然 大门被光弄一种撞开 红冰来电报了 私价大涨 经火速发火 足利洗上没烧 马上发出命令 五十包冲丝 全部跑出 新工们 你看我我看你 都笑 都小声地说 来对地方了 殊不知 这只是假象 真实的骚丝工厂 在凌晨四点半 凌晨四点半 走廊里传来烦人的铃声 燕子粗暴地拉开门 新工们睡眼惺忪 连站都站不稳 闹哄哄的 像一群无头苍蝇 燕子左右打眼一瞧 抬手给二十一巴掌 厚道 别磨蹭 被子跌好 不多时 新工们一窝蜂地冲下楼去 挤满井台 每个人洗脸的时间 不能超过三秒 说是洗脸 其实就是碰了碰水而已 这还算好 厕所门口就真成了战场 每个人如厕的时间 不能超过三十秒 稍一拖延 后面的人就开始敲打门板 总之 甭管你要拉还是要尿 一切都要快 真正进了车间 才是考验的开始 车间监工黑幕像个火炎王 第一天见面 就给新工们上了一课 什么都不说 抬手一人一巴掌 用黑幕的话说 从今天起忘掉过去 这里没有名字 只有快手和慢手 快手吃肉 慢手吃屎 新工们受了教 搬着残浅来到工作台前 跟大姐们学习骚死技术 锅里的残油翻滚 屋里充满残油的臭气 姑娘们全神贯注地盯着 纵然觉得恶心 也都努力憋着 只有一个叫阿菊的新工 忍不了残油的臭味 当场吐了出来 盐子还管他这个 拿一碗残油 死死按在胭嘴脸上 这点小事都忍不了 还做什么烧死女工 女工们每天最大的期望 就是吃饭 吃饱饭 刚出锅的六分米 四分麦的主食 香到让人忘乎所以 女工们蜂拥而入 狼吞虎咽 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毕竟每个人只有十分钟 吃不饱 就要挨一天的饿 不同人有不同的烦恼 女工们为饭担心 阻力为松丝的价格担心 报纸上说 俄国要和日本打仗 这万一打起来 松丝的价格肯定会变 如果日本赢了 那就涨 可如果日本输了 那可就完蛋了 同样为此担忧的 还有国内各个松丝的厂长 很快 松丝同盟组织一次同业会 请来本地驻军长官做报告 足利也是头一次见识到 原来政治和经济是一家 本质上说 军人通过打仗得到军功 从而谋求更大的权力 商人通过低买高卖得到利润 从而谋求更多的财富 只要两者有机结合 那就是两圈其美 互惠互利 当然 米面上还是要说 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切为了国家 很快 在日本各大商业同盟的支持下 日俄战争重视开打 凭借更先进的武器 和更丰厚的后勤补给 日海军齐齐俄国舰队 一战封神 号外传来 人群顶飞 足利挑上木台 激动地喊道 日本海军能打印战争 靠的是你们 是你们骚出的司买的军舰 是你们骚出的司买的炮弹 女工们天真的高呼万岁 就像日本打印战争 他们真得到什么好处似的 战争一结束 由于对美国收私出口生意很好 因此工厂猛终 此时的骚私工厂 洞里由水车变为火力 短短时间 锅炉房的高大烟囱立马走访 这便是人们口中说的 走满湖畔 烟囱满 水转火来 撕换钱 而此时 经过半年学习的新工们 也迎来第一次评价考试 撕的标准是十四胆尼尔 比他粗或者比他细 都是次的撕 另外 撕的光泽和均匀重度 也很重要 建工黑幕走进第三车间 腰里别着一大落窄纸条 三车间昨天平均收私量68克 超过平均数的有7人 达到平均数的16人 不合格的有7人 这意味着什么 黑幕算给大家听 超额的与缺额的相差56克 四胸残碱才出56克 一天撕撕24胸残碱 这就差出来338克 换算从前就是一天9块 一年算200天吧 就造成工厂1800块的损失 常被罚钱的几个人 垂头丧气 大气都不敢喘 这其中包括阿石 阿花 阿峰是14号中 扫私量97克 超额11克 重向得分25分 阿雪是13号中 稍微细了点 不过检察员说 光泽度好又匀称 所以是重向得分 得20分 阿雪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 他怀疑是检察员搞错了 黑幕反手就是一日光 检察员很仔细 你就是比阿峰差一点 有本事 下一次超过他 纯洁善良的女工们 不会想到 骚思工厂评分的动机 除了分出高低 还有分出高低 任何一个统治集团下的团体 都必须分出高低来 这样才有差异 这样才有竞争 这样才不会抱团取暖 挑起阿峰和阿雪的竞争 接下来便到了阿局 15号上 粗了点 但也合格 阿局激动地跳起来 黑幕警告说 不要高兴了太早 下班来找我 你还有点小问题 阿花猛地伸头问 什么小问题 黑幕侧神骂道 你好奇什么 你18号下 粗了都能憋麻熟了 罚款 听到罚款两个字 阿时为之一振 他知道 他肯定又是最后一名 不仅要罚款 午饭也不能吃 果不其然 黑幕最后一个点名 阿时 说他长得像头猪 骚出了丝 也是咯咯哒哒 丑陋不堪 阿时连连道歉 一边道歉 一边又想问什么 黑幕骂道 怎么 又想预知工钱 阿时嘴角有些颤 很不利落地说 我想上厕所 懒驴上墨 屎尿多 黑幕狠狠骂了一句 才走出车间 这群提心吊胆生活的女工们 如何都不能想象 足利操司厂的少东家春夫 光在妓院一夜 就花了180块 春夫忍着哈欠 灭了一眼跟来的老头子 转身拐进屋里 嘴里还嘟嘟嘞嘞嘞 我好不容易从战场下来 花这点钱 叽叽歪歪 真是扫兴 睡了一觉 吃了午饭 春夫像不像来到办公室 搬出很关心工厂的样子 彼时恰好阿峰和阿雪 被叫来表扬 又恰好 阿峰替阿师求行 说好得让他吃饱饭 春夫悠哉悠哉 漫不经心地丢了一句 这是合理要求 当然要吃饱 士兵不吃饱怎么打仗 女工不吃饱怎么工作 这么说着 春夫走了出去 足利狠狠动着他 嘟囔说 你这样怎么当老板 家底都要被你败光 不管怎么样 阿时的饭总算解决了 假以时日 手上功夫再熟练一些 应该就 可是 一直处在角落 一直被欺负的阿时 忍不了了 妈妈生病急需钱 她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回去 还老被罚钱 照这么下去 何年何月才能赚到钱 最最让阿时气愤的 莫过于阿光了 她明明也很笨 烧出了丝也咯咯咯咯 为什么每次都能合格 还不是因为对黑木抛媚眼 说着吵着 两个人打了起来 场面一时间混乱至极 旁人好容易给劝下来 刚想安慰安慰他 好嘛 一紧张又尿急 说来也巧 阿时出门刚好碰上阿菊 准确地说 是刚好撞破黑木的好事 黑木看上阿菊 是人尽皆知的事 不过阿菊呢 他喜欢快计心急 这黑木为了得到阿菊 使尽了手段 阿菊的丝不合格 他就从别人那里拿 反正千方百计地讨他开心 可俗话说得好啊 强扭的瓜不甜 何况这阿菊 已经心有所属 小小的足力操司厂 小小的老板 小小的监工 其勾心斗角之热闹重度 不亚于宫廷 有压迫就有反抗 总有一些人先知先觉 察觉到事情不对 阿菊的姐姐 在别的操司厂工作过 有一次 老板要把工钱降一毛 女工们不满意 急贴找老板讨说法 结果呢 别人是失败的 后来有人出主意 罢工 工厂的机器停一天 对工厂来说损失巨大 老板后来没办法 只好同意工钱不变 阿菊接着给大伙分析 首先 不合格品 只是不能出口 在日本国内也能卖啊 老板的钱并没有减少 其次 什么优秀啊 不合格啊 只是为了弄出分歧 让女工们不能团结 阿姨告诉阿峰 优秀的奖金 不也是从不合格的罚款拿的吗 等于说 老板一分钱没少 反倒把我们搅得稀巴烂 大家顿觉 蹄虎灌顶 都嚷嚷着要罢工 聊得重心 阿珍从文章里爬出来 睡眼惺忪的自言自语 还没睡啊你们 不累啊你们 阿光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不会去告密吧 阿姨摇头 怕什么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聊得差不多了 就差团结 就差阿雪了 他一向独来独往 如果他不同意 这件事也很难办 对阿雪来说 他是来赚钱的 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样 大伙正想骂他 突然门被踹开 严则恶恶的喝倒 一帮贱货 密谋造反啊 明天午饭都他妈别吃 这一夜 很多人都久久无法入睡 有人想家 有人想逃跑 阿时因为自己胡闹 弄了大伙没饭吃 心里很过意不去 阿峰担心他想不开 紧紧跟在后面 想家 想逃跑 谁又不想呢 可是怎么逃 能不能逃得掉还不说 罚款怎么交 合同上说 违约金要赔五十块 谁家拿得出五十块 阿时眼泪一滴滴往下掉 再不说逃跑的事了 红叶如火 眼里多姿 焰火直冲重壁的天空 这日 大日本骚死总会总裁来访 左立骚死场上上下下 恨不得路边的草都刷上有棋 至于女工 落后的关键仓库 自娱自乐 优秀女工们穿上新衣服 戴上新头巾 拼了命地表现自己 阿峰甚至被黄飞殿下当面表扬 不过他忙着骚死 甚至没来得及抬头看一眼 访问结束 殿下给出的结语是 干得不错 翻将倒海 唐人张玉说 昨日入虫世 归来泪满金 变身裸弃者 不是养残人 而金却是 今日下车间 出门吐虫狗 骚死粗步女 实在倒胃口 随着总裁夫妇的驾临 足利骚死场棚壁生辉 上上下下都生辉 上面的迎来送往 常用在金钱权利中 毫不快活 下面的吃上双色馒头 一个个也喜上没上 只有阿峰注意到 阿石不见了 问了一圈 都说没见过 有人说 阿石可能在屋里睡觉 可是找到屋里 只有三个人 并不见阿石 阿雪说 阿石的确来过 来借钱 说家里又有急事 阿峰心里咯动一下 那你们借了吗 阿雪容就那样冷淡表情 我是没钱借 这屋里的人 都没钱借给他 阿峰急得满头汗 他家里估计真有事 他妈妈生病了 阿雪不打话 另外两人也不打话 阿峰突然想起 可以找少东家 他看起来人很好 阿雪突然开口 别找 他不会借给你的 阿峰并不管 自言自语说 不会的多少会借一点 这么说着 阿峰跑到办公室 但此时的人都在湖边开宴会 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 找少东家借钱 只能暂时缓缓 阿峰急得要命 在工厂转了几圈 最后竟然开始沿街 一家一家开始找 阿峰在一家冰店 找到新吉和阿菊 但他俩忙着腻外 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阿石 阿峰找到阿石 是这天傍晚 表演捕鱼的监工们 意外捞上条大鱼 重得要命 阿峰哭出个泪人 阿石到死都没吃饱饭 他手里始终攥着一把黄豆 警察哪里管这个 更不可能去查阿石的死因 为了不打扰总裁 很快将阿石弄了走 足利搜私厂只发了份公告 说阿石到湖边看黄飞 不慎落水 细血纷飞 天龙河的大水车停止转动 旧的一年 过去了 女工们欢呼 兼工们倒酒 旧的一年 过去了 车间僻静的一脚 春夫递给阿峰十元钱 说是给阿石的慰问金 这是由头 实则 春夫好几日没能去妓院 寂寞难待 两人搅闹一阵 阿峰中掉十元钱 大哭着往外跑 春夫想追来着 看见阿雪忽然停住 装作若无其事地捡起十元钱 递上钱说 给你 别乱说 阿雪很诡异地笑着走开 一言不发 却又想说了很多很多 到了回家这一天 屋子很快被搬空 只剩阿雪一个人 他无家可亏了 阿峰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干脆递过一包豆子 阿雪接下说 我不会输给你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 回飞驼的异形出发了 今年永久是监工黑幕 殷松和男工们送他们 女工们愉快地唱着歌 一路上山 走访大湖当明镜 富士高山赵茜意 樊里翻过野脉岭 再去荒漠逛阳市 归家心切过大山 翻过大山会亲人 野脉岭高不易过 难党思青一片心 说回足利操司场 女工们都回家探亲 工厂空空荡荡 足利夫妇的心也空空荡荡 尤其是足利 她一直觉得 让春夫娶阿峰或者阿雪 这样既解决了春夫的婚事 也留住优秀女工 多好的事 足利夫人一副高贵的样子 很不以为然地说 春夫君总会娶一个乡下女人 她可是跟她外公一个样 足利闷了一口酒 很恼火地说 已经三十多年了 还把我当上门女婿 好 你们都贵 我见 夫妇俩不知道的事 春夫已经摸进女工宿舍 爬进阿雪的被窝 到此时 阿雪也不瞒着了 其实她是私厂老板的私生子 她的妈妈 从老板那里领了一笔赡养费 才嫁到深山里 其实她不是普通人 她也是 春夫紧紧抱着她 安慰道 我知道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 再说 归乡女工们 想战士凯旋而归 不 比战士凯旋而归场面更大 毕竟这些深山里的家庭 收入微博 有个骚死女工女儿 简直像有了一个聚宝盆 尤其是阿峰这种 当上百元女工 一年一百块 只在从前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一家人围路而坐 个个捧着白碗吃大米饭 阿峰心里别提多高兴 在工厂多少委屈 多少辛苦 多少难过 瞬间烟消云散 她是感到幸福 难以言说的幸福 妈妈更是高兴哭了 从前在村里抬不起头 现在去哪都有人打招呼 弟弟五郎从军用回来 看到姐姐如此成就 也忍不住感叹 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 光看我穿这身皮 只能管自己保 帮不上家里 阿峰打断说 我来唱个歌吧 你们打拍子 男儿去从军 女儿去做工 女儿骚死为国家 贵家心切切 翻山又越岭 翻山越岭会亲人 也卖领难行 做工为自己 也为抚养骨肉情 全家都为阿峰高兴 只有哥哥觉得内疚 哥哥卖炭为生 这一屋子他卖完 也赚不到一块钱 如果他能赚到钱 绝不让阿峰 去做什么骚死女工 阿峰安慰说 没事的 都已经习惯了 其实不是很累 哥哥苦笑说 最多再赶一年吧 就别再去了 你这么抢手 工厂非把你累死才算呢 阿峰扑斥一笑 我在厂里是明珠呢 刚过完年 招工人叫到家里来了 这次不比往常 一来就来很多 简直是要排队了 阿峰的父亲知道 女儿抢手 谁也不答应 只说留下看看 要跟阿峰商量才能决定 足利加巴 给的钱多一点 但不很多 有个大田屋 人家工钱另算 先给了五十块 真金白已脑 父亲想着 就这么吊着他们 今天五十块 明天肯定还有一百块 这么想着 打算着 父亲已经不下地了 连鞋都不穿了 从早到晚的喝酒 不仅喝酒还骂人 骂孩子 骂老婆 有他的话说 有阿峰在 他可以遗养天年了 哥哥好说歹说 阿峰重钱多难 你知道吗 他连个安生觉都没睡过 他是拼着命翻过野脉 拿回家的 父亲全然听不进去 喝得五迷三道 嘴里骂骂咧咧地睡去 开春 女工们准时复工复产 足利骚死场的大水车 又发出破布般的声音 不过稀奇的是 刚开工第一天 保险箱就丢了一百二十块钱 工程的钱是辛吉在管 能打开保险箱的 只有足利和他 足利完全不听他解释 还说 如果不还上钱 就要报警 辛吉觉得天都要塌了 家里还有妈妈和妹妹 这可如何是好 阿峰看在眼里 同在心里 当天晚上偷偷找到黑幕 求他帮忙想办法 左话说 病急乱投意 阿峰为了筹钱 竟一时胡逗找到阎王爷家 结果可想而知 而真正的新手呢 仍在继续醒醒 阿雪才不管这件事 对谁好对谁不好 她只关心一件事 老板和夫人 会不会不同意婚事 春福笑道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取进门 众所谓 山重水浮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辛辛苦苦做女工 终于要熬出头了 阿雪半路遇上阿峰 挑衅似的说 我赢了 你不后悔吗 阿峰会心一笑 提醒说 别让他跑漏 男人啊 都是很难捉摸的 而此时 后院仓库的茅草里 阿橘丢了浑式的两眼发指 他的世界塌了 一刻钟 两刻钟 阿橘突然坐起来 发了疯似的抓起油冬向草捆扔去 几句话的功夫 大伙已经蔓延到仓库边缘 男工们迅速窜出来 接水的接水 运送的运送 最后 好在消防队及时赶到 大伙没有收到仓库 到下半夜 全场点名 除了亲民女工受伤之外 就是阿橘和辛吉了 黑木马上派人去追 阿橘和辛吉这两个贱人 肯定是早有谋划 肯定是私奔了 不多时追不对 缤分三路追出 一路去车站 一路去最近的客栈 一路直奔阿橘老家 第二天一早 刚开工 第三车间就出现异常 水车卡住了 检查的工人一看 甭找了 两人都在 如阿橘的意外死亡一样 阿橘和辛吉的死 也是意外死亡 和工厂无关 到云南盆节这一天 全场载歌载舞 锣鼓震天 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里 女工们各个解放了似的 心情舒畅 一身长衫 紧裹着他们年轻丰满的身子 大家纵情欢聚 好不快活 足力也喝大了 干脆领着工人一起跳 还有春夫 他真的履行诺言 真的将阿雪待在身边 黑木多黑来事 见面就叫少爷少夫人 这一声叫的 阿雪笑意盈盈 显得很惬意 此时的阿雪不会明白 什么叫门当户对 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 春夫真正要娶的人 是百里之外的银行家的女儿 至于阿雪 和阿雪肚子里的孩子 无外乎钱的事 夫人说 医院的事他已经安排好了 直接去就行 然后拿钱回家 不准再回来 阿雪被离得外交里嫩 他不愿意打掉孩子 就算要回家 也要把孩子一起带回去 像妈妈那样将孩子带大 临走 阿雪威胁道 少东家别忘了 钱是你拿的 心结合阿局是因你而死 春夫恼怒 上去一把抓住 连打了四五个耳光 一直到阿峰闯进来 春夫才信心离去 对阿雪来说 这次的确是他输了 不过不要紧 他还会再回来 阿峰一机灵 怎么 你是打算 阿雪说 我生完孩子继续回来 我还能做百元女工 我绝不会输给你 阿雪离开的那天 恰好是春夫取亲的日子 女工们再次吃上双色馒头 不过大家都没动 不是不想吃 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离开足利操死场第二天 阿雪独自一人攀上野脉领 因为怀了孩子的关系 阿雪走起路来显得极为笨拙 纵然拄着拐杖 还是左摇右晃 到中午的时候 阿雪终于因为体力不支 倒在奇摇生的草丛里 阿雪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插馆老婆婆的店里 至于孩子 老婆婆已经帮忙埋了 每年 很多很多女工 都是怀着孩子从工厂跑出来 什么野脉领 都成了野产领了 阿雪闻声痛哭 疏惑的身体也跟着颤抖 老婆婆安慰说 只要活下去 年纪轻轻的姑娘 想再生几个都成 看开 看开才是 明治41年1月 美国金融危机 纽约生死行情暴跌 别说价格 现在是要都不要了 销售经理脸色煞白跑进来 哭着说 退货了 都退货了 原本还想靠着这笔结果买残碱 现如今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过好在 春夫娶了银行家的女儿 她能从月付那里弄来贷款 再维持一段时间不成问题 出口不成 那就转内销 也正是因为此 足利退休 春夫闪电上任 因为内销的关系 质无所谓的量要大 为了拼量 女工们的工作时间 被增加到每天14个小时 吃饭时间 也由10分钟压缩到5分钟 到夏天的时候 松丝行情仍旧半死不活 报纸上说 70%的骚饰厂倒闭关门 骚饰行业危机日益严重 到6月的时候 走访已经只剩下3家骚饰厂 为了进一步增加产量 春夫将挂针 早上拨快20分钟 晚上拨慢20分钟 一来一回就是40分钟 她这一干 无异于火上浇油 尤其是对于阿峰这种快手来说 一天10个小时她快 但一天14个小时 体力上就吃不消了 很快不到两个月 阿峰便由优秀女工 落得废人一个 不仅每日产量最低 还被黑幕往死里打 如此坚持到月底 阿峰终于口吐鲜血 倒在工作台上 三天后 哥哥接到电报马上出门 奔走访赶去 而此时 阿峰已经被隔离在后院小仓库 这是一间几乎看不见光的房间 地上堆放着旧灯笼 大古董杂物 阿峰躺在两张旧草席上 活像个死人一般 偶尔 带李监空阴松偷偷钻进去 帮阿峰擦擦脸 带个鸡蛋 一定要好起来 你忘了吗 我把你从巡崖下面救上来 可得好好活着 阿峰想说话 挪了挪嘴 总不都动不了 入夜 月光从窗子射进来 阿峰睡醒了 好容易睁开眼 他紧紧窝着阴松松的鸡蛋 眼泪流过不停 哥哥第三天赶到足利操司场 按说 阿峰该获得一笔慰问金 足利拿了三张十元 看来看春夫的脸色 最后只留了一张 至于阿峰的工钱 足利想 不等足利发话 春夫说 阿峰开春就没干过活 他的医药费都是我付的 看见哥哥 阿峰两眼煞是勤满泪水 他想握紧哥哥的手 努力尝试了几次都握不住 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阿峰有气无力地说 哥哥说不出话来 抱着阿峰夺门而出 第三车间的女工们 听说阿峰要走 都要请假出去送送 那黑幕哪里啃 春夫供不用说 直接抄起棒子边打 边打边骂 谁要敢踏出这个门 就再也不准进来 今年的工钱 更是一分都拿不到 晨曦出生 湖面闪闪翻光 枫叶如丹 美不胜收 阿峰一路上止不住地哭 他留恋之理 他的青春 他的快乐 他的难过 他再也回不来了 而哥哥满心愤怒 他恨这个血汗工厂 更恨自己的无能 第一天 阿峰还能说两句话 第二天 阿峰只是模糊不清地念叨 说要回家 第三天 阿峰永远留在第三天了 野卖领啊野卖领 阿峰终究没能迈过去 老婆婆叹气说 如果不是去这里 你能活到九十岁 我敢保证 你能活到九十岁 今天的第三车间 女工们仍旧在拼命骚撕 一个新工搬运残检 跟伙伴小生说 阿峰死了 死在野卖领 这个消息 向个小小波澜 转眼间 在女工们逐渐传开 他家再也没有心情骚撕 一个一个都疯一样地往外冲 那黑幕哪里啃 拽住领头的阿花往外拖 阴松一箭 猛然冲过去 把黑幕一把揪住 第三车间 女工们一拥而出 哗啦啦冲到那座小屋 阿峰是最后一个离开工位的 他帮颜子当了五年告密者 如今才看清 他不过是只狗 一只最讨人厌的狗 明治43年 也就是阿峰死后的第二年 随着美国经济情况的好转 纽约松丝的行情逐渐上升 横滨长期萧跳的松丝市场 又开始复苏了 日本骚撕业 将很快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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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